前面那个理性员的一样感受 藏江后浪前浪前浪不在沙滩上 下面我就讲一点这个理性不理性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因为 我同意雄伟老师的这个大部分说法 关于理性这个词我本身有点不痛看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不理性 从愤青到愤中将来是愤亡 我从头就是不理性 我感觉我们这个中国共产党也特别不理性 为什么不理性呢 1929年说星火燎原的时候 实际上站到任何一个第三者的角度 都觉得这帮想了星火燎原的人是很不理性 刚才这位这个饶景说 说要以初恋般的热情 宗教般的意志去做一件事情 你说他理性吗 他是非常不理性 可是伟大的事业都是由不理性的人做 理性的人 实际上我们在一些基本的立场上都是不理性 比如说爱国 爱国就是我生活在这片国土上我就爱他 你说你为什么不爱我一个人吗 为什么不爱什么哥斯大利加 我又不生活在那儿我干嘛爱他呀 我就在这儿人的根本的生活是生一种感情生活 不是理性生活 理性是为我们感情服务的 是为我们人民的利益服务的 再接下来想回应一下邝清明老师的说法 因为理性自由民族其实都是西方理念 我实际上现在对西方的理念几乎一个不放过的在批判 我也理解他的这个意思 是这个法国青年他们 我们中国在法国的青年他们起来 他受了这个自由民族的教育 这没有错 包括我们在座每一位人 每一位这个青年 包括我本人在里面都受了自由民族的教育 所以自由民族看上去确实是个好东西 这个我也承认 可是仔细一想 他确实这个事务是有变证法 你把自由民族推到极点 他可能就不是个好东西 我前一段时间有自由五论 基本上把自由这个概念 这个推向极点以后 你发现全是坏东西 比如自由市场 自由市场的结果是落落墙两极分化 好吗 比如自由恋爱 自由恋爱的结果搞得大家都结不了婚 好吗 是吧 这个比如说自由思想 自由思想的这个结果就意味着很有可能 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歪理学说 它都可以出来 对不对 所以自由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汇 人人都喜欢的人 但是不见得有多少人能够真的享受自由的好处 可能享受自由坏处的人还很多 这是要分析的 民主这个概念也是这样 民主听上去多好的一个词汇 我们都相信 其实我也很相信 但是就是因为相信过头了 相信到底了 就发现这个民主成了人家欺骗你的一个特别好的忽悠你的一个话 这个其实实现了民主的算质 就是这个向西方学习引进这套理念 然后帝国主义又敲迷茫 我们再引进它又再敲迷茫 实际上这个当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时候 这个西方人就觉得我们丢了自由民主 1949年中国人民团结起来 这个团结两个字就意味着既不太自由又不太民主 我不知道诸位什么感受 对于中国这个13亿人口这么一个大国而言 你把自由民主两个字强调到极点 它就是一盘散沙 然后正好让人家来失礼 这个我在网络上也批评李瑞李慎之这些人 可是仔细想一想他们也挺冤枉的 回到40年代的时候 李瑞李慎之是我相信是一腔热血的爱国青年 而且也是有民主自由的强烈的理由 他们希望中国变化非常真诚 我相信他们很真诚 我就能愿意退一步说话 我不认为他们从头就可能是卖国 就是美国应务 从头就是买贩 我认为他们从头可能是有很好的错 可是他们不知道 不知道中国其实最需要的是团结 这个团结就意味着你的思想 就有时候不那么能自由 那个民主权也不能实现 团结这一个的可能 这个就可能是有中国问题 自由民主他就可能就团结不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呢 都是问题的两方面 是怎么办比较好 我们要用自由民主去破坏一个旧世界 这没有错 但是很可能我们要用理想 用团结去建设一个新世界 否则的话 这些理念其实都是无政府主义的理念 它通向的是一盘散沙 一群告一样 谢谢